接着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亚马逊正在旧金山和亚特兰大向其Prime客户提供两个小时内送达的全时超市亚马逊Prime Now免费送货服务 客户必须下单超过35美元 如果他们希望在一小时内送达需要另外支付7.99美元 亚马逊在去年以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时超市公司 随后一直都在致力于整合这项业务 旧金山公务局将向空置土地业主征收暴雨排水费 以帮助维修城市老化的下水道系统 目前空置土地业主可以免除污水处理费 公务局官员认为所有业主都应该平等分摊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费用 旧金山将向500名空地业主每月每户征收31.46美元 到2022年每月增加3.7美元 公务局官员还表示将来考虑将暴雨排水费 推广到所有家庭和商业地产业主 旧金山交通局正在考虑降低票价 一方面稳定月票价格 减小日后票价波动吸引月票乘客 另一方面则是调整单日通票以吸引游客 当前通票的价格分别为22、33和43美元 交通局计划将通票电子票价大幅下调为12、24和39元 现金票价则上调到23、34和45元 以鼓励电子消费 除此之外 还新增加一个不包含当当车Cable Card的单日通票 仅6.25美元 新唐人记者一位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